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几个国家元首的更迭到次第发生的这些问题 包括北韩的核武 钓鱼财事件 南海问题等等 可以说我们称之为这个地区是我们世界的一个火药库 我想是不为过的 那我们今天看看就两韩就北韩跟这个南韩以及联军 我们在战略这个层次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我这里面有一张表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刚才这里面资料有错的话 我想相关的部会可以提出一个修正 就整个北韩跟南韩的经济实力来讲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实力是非常悬殊的 换句话说 南韩的经济力远高于北韩 我想经济部同意吗 完全同意 我想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再查证 下面一页 就两韩的军力来讲 我想在数字 北韩是120万 南韩是65万5000人 但是不含盟军 包括美军可以增援的这些部队 但是就整体的战略来讲 除了北韩有核子武器的威胁 以外 就整个其他的地面部队的战略来讲 南韩是远高于北韩的 这点国防部同意吗 外卫同意 好 下面一页 这看了我们所谓真援部队 我们两军的战略不能够只看投入部队 看真援部队 那真援部队也就是美军在二线的部队 包括日本 琉球等等 甚至于关岛 这些真援的部队 他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地点 我想这是应该算是 可以算是一个投入的部队 我想这个国防部同意吗 报委同意 同意 好 之所以会 上面的也那个联合军演 联合军演没写 好 最近之所以会有争议的就是美军跟韩国在这个地区从三月份有一个所谓的关键着战这个演习 以及最近的联合机动演习 这两个演习是北韩不能够容忍的 也就是他借着这个理由所挑起来的这个所谓的调薪活动 下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军的阴影作为 包括美军的各种这个海上的兵力 空中的兵力 可以说都已经部署好了 下面 方向北韩如果一旦发射飞弹 那对不起 所有美军部署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战力 包括日本韩国的通通可以加以拦截 下面 那我们再看看这几个国家他们领导人的态度 习近平他也讲了 不能为一起支持 把一个地区来至于世界搞乱 俄罗斯的普丁等等 他们也都说了 来至于11号 欧巴马也表态了 我想这种种的 就北韩而言 就整个的战略态势而言 它是一个极不利的态势 请问我们官局的局长 在这个极不利的态势状况之下 他为什么要有下这个决心呢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请你分析一下 报告委员 这个战争边缘策略 一向是北韩 从金浙城开始到现代的 这个动作 要来跟他谈 甚至认同他 或者是同意他拥有核武 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金正日的到目前为止 他接班到现在为止才一年多 事实上他要去展示 他这个队内的这个接班的 这个一年领导的这种独特的地位 所以他要利用这一次的这个行为 来加强他的内部的管控 我想这应该是最主要的因素所在 我想刚才国安局局长的分析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也可以认同 这里面凸显了一个 话一话说 核武确实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可持的战力 本系也经常提到 所谓有就是核武 有就是可以核主 我请问国防部部长 我们在战力的这个筹备上面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考虑到 不是在量的多少 最重要的值的提升 而不是因为要考虑到 我们整体国内的一个考量 所以我们在武器的筹备上面 根据打装边训的需求 我们在这方面 是不是应该要更有一个深度的考量 报委员 非常同意委员的这个说法 换句话说 我们在现在的状况之下 呃 兵员也在减少 那么我们的国防的资源 也都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那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 呃 国防的那个发展跟现代化当中呢 应该要以质量为重 我们现在也是朝不对称 先进作战的概念呢 来减少我们目前国军的 质量的提升的方面呢 有哪些精进的作为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非常重要的 我想整个 刚才我讲我们的一个分析出来 我们政军军心都应该同步思考 不要光考虑到这就是外交的问题 或者是这是国安局的问题 请问外交部长 我们就就我们整个 鱼权的谈判来讲 跟这个是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啊 你说台日这个鱼业谈判 这个当然我们绝对是 台日鱼业谈判 当然有很多重的因素了 那基本上跟这个东亚的 这个和平跟稳定 当然是有关 日方市长也提到 这个东海的和平跟稳定 我想这个问题啊 牵以法动全身了 今天来讲的话 任何一个问题 必然是同步要考量的 今天日本的态度 它是很在乎我们跟中共走了一起 但我们虽然明白地表示 我们不可能 但是日本也还有这个顾虑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日本跟北韩的这个关系 对他在讲 他不被受敌 他是不愿意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方面 怎么样利用我们一个关键的少数 怎么样利用这个杠款原理 在这个两强或者多强之前 找到我们利于我们国家利益的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案 这个我想我们不管是在政治单列 甚至于我们经济单列都应该这样思考 我不知道经济部市长 你同意吗 完全同意陈委员的看法 实际上台日之间过去的三年 有非常多的合作的关系 日资到台湾 投资也增加的非常的快 就是利用这个所谓的区域枢纽的地位 关键的这个位置 谢谢委员 我想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我们整个来讲的话 我们常常讲 我们如果北韩一旦发动战争 对我们有哪些不利 甚至也有很多人提出所谓撤侨 我认为这都是可以计划对掌握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要怎么样所谓的这个机 如果这是一个机 这个机如果我们处理的不好 那就是危机 那处理的好 就是我们的转机 甚至于是好机 我们可以看到 就经济而言 我们跟这些国家是竞争的 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 我们是竞争者 那他们有事的时候 我们除了防伴以外 我们也要找我们各方面的机 对我们有利的机 去发挥我们的这些特点 怎么样在我们所谓的中共 北韩 日本 FTA的谈判 我们对我们有利 怎么样是东南亚国协十加六 对我们有利 怎么样是在太平岛或者中沙岛 周边的水域跟菲律宾跟越南的关系 对我们有利 我想这个都应该思考啊 我想如果说这个思考的深入 我们能够给这些问题变成一个可行的方案 这个才行 而不是仅仅仅仅师考而已 光思考只不行的 我们期盟我们给所有的机要变成一个计划内的计划作战 而不要永远都是一个状况作战 事情来了我才去经营 我想就这件事情来讲 我们相关的部会可不可以在这方面 我相信应该是有 但是如果没有或者应该加以补强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验的时间点 我不知道外交部长同意吗 完全同意 我跟委员报告 其实对于整体的情势 我想我们都有做了整体的分析 所以我想马总统提出这个东海和平倡议 甚至针对把这个东海和平倡议 也可以适用在南海 甚至于针对这个整个的区域 我想我们要维持一个和平跟稳定 这是我们一个目标 我想针对所有的情况 事实上我们说都是有进一步的了解 事实上我们马总统也特别提出来 外交部在发布声明的时候也特别提出 我们事实上希望各方能够自治 能够去维持一个区域的和平跟稳定 我想这是一个大的战略大的趋势 是我们希望能够来注意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我想能不能够将来出成这个地区的 中华和平倡议的所谓的四方会谈 如果能够的话 这对我们来讲是个利多 我想任何事情没有尝试 不代表说不可行 你现在所谓的北韩的六方会谈 也是这样慢慢走出来的 对不对 我想我们应该既然两岸的问题都已经要互设所谓的办事处了 那其他的方面也不见得永远绝对是一个不可能了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对我们是有利的 怎么样能够借着现在这个机会 说服日本 怎么样能够说服美国 进而能够说服中共 我想这次才有机会啊 不知道四位同意吗 同意 非常多意 我们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啊 有关我们国家利益的事情 大家一起来用智慧来克服 谢谢